那壺好事多拉下鐵門貼出公告 2月18號暫停營業進行消毒 因為宗教協會用餐 9個人群聚 其中一名確診成員来过这边 案1993040多岁妇人住在新北市 CT值只有20 这起群聚从案19816房屋代销 再传给8个人 包含台北市两个人 其中案19882足迹层到竹北 新北市五个人当中 按19926是旅行社的经历 足迹跨到台东 等于这起群聚足迹横跨五个县市 吃饭跟唱卡拉OK 都是没有办法戴口罩的行为 会有一些陆陆续续的大规模 感染案件出现 台湾应该要好好小心 今天会有新增大概五个新的案例 主要还是一群在一起吃饭的朋友 他们有参加过大概活动 新北也有 接下去现在正在做疫调 医师沈正南分析 Omicron已经正式从桃园跨越新北 传到了台北 双北已经取代桃园跟高雄 成了Omicron疫情焦点 要注意这起群聚不是这么好处理 另外医师黄高斌也认为 这起群聚要观察两个礼拜 因为少数的案例潜伏期比较长 要参考80几个人聚会的空间 距离和空调状况 二月十三号以后的两个礼拜 有相关的匡列的人 一定要详细检查 不然的话 这个群聚会可能有扩大的趋向 宗教协会80多个人吃饭 其中25个人又去算他唱歌 引爆大群聚 成员来自各地背景复杂 这把火会烧多大 连专家都难以预估 记者黄义俊 王一仲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